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是在冠状钩的水平 那么的话呢 把多余的包皮进行切除 一般来说我们有要求 比如说冠状钩叫阴镜的背侧保留0.5公分 细带侧保留0.5公分 背侧保留0.3公分 我们有这么一个要求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做的包皮环节手术 比如说有些人包皮过紧或者包皮过短 我们也进行一些矫正的手术 那对于大多数来说呢 我们做的就是标准的包皮环节手术 当然包皮环节手术 我们以前也有传统的 就是我们叫开刀做手术吧 那现在来说呢 虽然我们也有开刀的 我们也用整形美容的技术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包皮环 包皮包括包皮定合器 新的一些技术 这样的话都会使包皮手术的时候 第一个做的更美观 第二个更小 将来来说呢 就是我们并发症更少 包皮环节手术呢 一般都要在菊麻下 当然现在有一些我们叫表麻 一些表麻剂也可以起到一个菊麻的作用 进行操作 就是手术的话 当然我们对一些小朋友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采取一些静脉麻醉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在传说说无痛手术 无痛手术实际上多数也是用了一些表麻剂 那在包皮手术肯定是要进行麻醉下进行手术的